作乐业得落报 因果相齐 这叫始处 造卧业希望得落报 因果相悲 是为非处 有言无忧是处 这个 解释也非常重要 解释正确 没有错误 毕竟 六道里面的众生 留念六道占绝大多数 不详实理 他们在六道里头 希望得佛报 希望得佛报 要做善事 这个叫因缘果报 做乐业 就是善业 你才能得落报 应果相齐 这是处 你造卧业 希望得落报 应果相违背 这叫非处 没有这个道理 善因善苦 我因我报 我因不可能得 善过我 没有这个道理 这个话说的 人能相信吗 我看到某个人 做得不善 为什么他有 那么大的福报 啊 有那么高的地位 这个地方就要将出啊 因果通三世 不是一世的 所以佛讲的话 讲得好啊 你都要听 都要记住啊 佛说 余之前世因 你要想知道 你前世干了些什么 造的什么因 今生受这事 我这一生所享受的就是 余之来世果 我也想知道 我来世的果是什么 今生做这事 你这一生所干的 就来世的果 这四句话佛讲的 如果你真听懂 真听明白了 就恍然大悟了 这一生大富大贵 情人生一休善 这一生所造作的不善呢 来生我报 是这么回事情啊 这真的这不是假的 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很辛苦 受很多难 我们也做了不少好事 还在受苦受难 过去生中没修佛报 现在享受是过去造的业 过去真没修啊 那这一生修的 来世果报 有一次我在北京 黄年老有一些学生 来看我 老旧世界往生之后 北京我还去过两次 来看我 告诉我 就是念老 他的老师告诉他们 就是净空法师 如果要不往生极乐世界 来世的佛报啊 不得了不得了 他给他们这样说 我们精神修善嘛 来世就要大佛报 来世要不要想 不能想 我们精神修的这个佛报 修佛这个六十年 来世的果报肯定是帝王 帝王要做多少 也要杀多少人 你看看 立代帝王 有几个人有好下场 不能干 一看穿了之后 赶紧到极乐世界 决定不能干 连唐太宗都做地狱 好皇帝 决定不能干 所以六道轮回是险道 非常危险 人天那一点佛报 刀头是灭 非常非常可怕了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取极乐世界 其他的念头 统统把它端进 不再搞这些东西 那我们就对了 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 一因果报 丝毫不爽啊 释迦牟尼佛 过去生命修的佛报很大了 这个过往的命啊 你看人家舍掉 表演给我们看的 出家修道 为我们实现 开悟 成佛 多重生 一生 真得做到了 愚人无增 愚事无求 善意 一波 满足了 这些东西搞清楚 搞透支 我们这一生才 获得自在 获得快乐 那是 我 你 那是 我 我 你 我